小张的女友和妈妈 同时落水 哇 灵魂拷问 在营救难度相同的情况下 小张先救女友 妈妈立亡了 这个行为 够不够成犯罪 够不够成犯罪 好 大家注意 够不够成犯罪 够不够成犯罪 对 因为她没救母亲啊 这道题的几个关键注意 一是 就女友和妈妈的 营救难度 完全相同 二是 就女友 妈妈立亡了 这个要看母亲的 年纪和身体状态 没有 现在这个问题是 够不够成犯罪 不是说应不应该 杀人叹在嘴里面 不是 就是 小张 没有 小张 就是小张女朋友跟他妈 没有 小张 那是小张 小张 小张救了女朋友了 没救他妈 小张在上面看 对 小张在上面看 这一道 他救了他 他救了女朋友 然后他就跳下去 就是女朋友没救他妈 这一道题啊 还真的是一道法律 资格考试题啊 很正规的 不光是你开劳动的问题 它是个法律上的问题 我想一下 杰死不救 杰死犯罪 那你看有人在杀人 那枪打着他 你敢过去吗 他没办法 你过不去的 那也是杰死不救 对啊 杰死不救 杰死不救 那我们先表态吧 好 我就按照正常人说 那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他在法律上啊 就是构成犯罪 或者说很可能构成犯罪 原因是什么呢 他呢 是义无充足下的 叫做不作为杀人 如果同样的营救难度 法律规定 对妈妈的救助义 是在旅游之前的 他是法律关系决定道理 他是法律关系决定道理